我年纪轻轻眼气达到了三千二小时 已经实现了副科自由 但附近的科技玩家都把我拉入了黑名单 你敢想吗 难道在这酒也是一种错 大聪明今天中午又找我库院门了 我们开着两轮的敞篷新能源车 搭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这个老狗当初是年人时 我们根本不看暴力 只问一句 这里现实吗 酒吧无常话没见过我 很热情的欢迎我们 说不现实随便出 还慢慢服已经刚刚走不稳的大聪明 大聪明这次做了充分的准备 从民族选择到暴力的顺序 都做了严格的规划 我们点开有见 那十百元时 拿出了出漫民的感觉 刚刚那十百元时快出合 但是漫民结果还是不分不中 为了分出胜负 我们依然没有停下来的意识 到了暴力的世界 酒吧终于忍不了了 亲自过来跟我们打招呼 说我们是今天的幸运顾客 如果现在可金 可以外其其 还送两张欲罢不能的 灵魂消费券 为了这两张消费券 我们果断握手人 小可一点点东西 结账走了 大聪明今天的表现 让我刮目相看 我自己是个有名做天赋的人 但也差完了 所以年轻人 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够优秀 是因为天赋不够 但在我看来 只是你做意不够 其实资力贫贫的我们 只要足够演技 我们也可以做得很棒 加油